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冲突可能也是最激烈的 从十字运东正到现在的整个中东的政治变动 像这个犹太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他们这样的文化 未来能不能够真正的能够解构他们的冲突 能够真正的让他们实现元龙 因为有个美国的学者 非常有名的学者 文明的冲突 他写一本书文明的冲突 他把这个世界 未来认为 未来的世界就不算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甚至不是经济的冲突 而最主要是什么呢 是一种文化的冲突 那如果按照他这种观点 那未来如果文化得不到那种原种的话 得不到一种和解的话 这种冲突看来是会伴随着人类的自始至终 实际上恒定顿先生的有些学者我以前也是看过一部分 但是他的有些说法认为完全是一个文化文明的冲突 也不间谍是这样的 因为从我们历史上看的话不管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他们宗教之间的战争也好 所发生的这些冲突 全是跟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 政治 经济以及他们的文化 单纯的文化冲突恐怕是从我们追溯历史的时候 还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所以将来完全是融合一地 我觉得有一定的困难 表面上看来他们都是承认上帝 主有很多同言同恨的 密切的历史的演习 但实际上你到了非洲 到了中东 到了欧洲的时候 就非常感觉得到 其实他们之间的这种冲突应该是跟社会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 并且他的整个教育 尤其是伊斯兰教 在宗教的教育当中带有很多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的教育 这样教育下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完全是一个文明冲突 可能文化冲突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非常担心将来 很多学者也认为将来的社会不一定是基督教的社会 很有可能是伊斯兰教的 我们现在有初见端倪 现在在欧洲很多大量的伊斯兰移民 他们生育很高 一个家庭七八个孩子 欧洲的生育只有一点高 所以就是同样一个国家 比如说像以色列 以色列同样是犹太教 犹太教也有分很多派 比如说哈瑞迪派 他是很保守的 他一天一个家庭生九个孩子 十个孩子很正常 七个孩子都是少的 而普通的犹太家庭 还有很多妻子 他们这些人到了十四五岁就不读书了 然后完全回到他们最早的那种旧约的那种时代 回到那种先人的那种生活的方式 所以我就感觉到宗教它怎么样去审视自己 那么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看 就是任何一个五文化 包括宗教 它不进行自我的融合 自我的创新 它也可能会走向 从先进走向落后 这个可能跟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有两种可能 因为有些宗教的 它的实力就比较强大 它实力比较强大 而且它利用的可能包括人力财力 尤其是现在的伊斯兰教的一些趋势来讲 它在中东的石油的这种产业就比较丰富 以这个原因在宗教的思想的背后 有特别丰富的一些经济的支持的话 可能它也有可能灭亡 也有可能更加兴盛 所以说它通知整个人类的话 有一定的困难 你到了英国 法国的时候 尤其是这几年 非常大量的移民 看到了他们欧洲很多国家 现在也有危机感 从我们外人看来的话 也的确是 因为他们宗教的思想的理念也很强 再加上自己对自己的国人的这种意识 也特别的特殊 这种情况下 将来确实是很多的担忧 所以也有可能这个宗教不一定是灭亡 它带有政治 跟政治结合一起的时候 它可能有利用很多 除了宗教的教义以外的 很多的东西以宗教来包装 这个时候可能宗教不一定单纯是宗教的心态 这可能也原来是 比如说在六世纪崛起的时候 这是说宗教合一是一种先进的体制 那时候面对了中世纪的黑暗 欧洲的黑暗 当时的伊斯兰是一种先进的文化 那个时候相对来说 它是包容的和平的 当然它这个和平我们是狭义的 但是总的来说 那个时候它还是与宗教的 其实那个时候宗教合一的话 很多都是把宗教和政治包装在一起 就是而发生的很多冲突战争 所以它从沙漠的深处 一个百万的民族 竟然能够在世界崛起 对 那现在就是 但是面临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不进行自我的审视的话 当然他们也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受挫了 受挫以后他们又开始回到内心的这种内心的封闭 甚至他们会认为了现在的整个中东的这种面对的状况 是因为违背了安拉的意志 还要回到安拉的那种对我们的教会里面 回到古兰经文里面 所以那这就是一个悖论 这个悖论就是在哲学上叫二履悖反 对 一个是社会的往前迅速的发展 一个是什么呢 在发展的过程赶不上了 要拼命的回到过去的时代 对 这是一个 的确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惑 可能 我想佛教这种 佛教这种包容 圆形的 这种 是这种自我这种创新 对于其他宗教来说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对 那在这方面我们去看中华文化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中国文化只是远远不绝有各方面因素 其中佛教的入入很大的一个因素 对 佛教可以说也延续了中华文化的会名 把这个儒家和道家进行 一种新的一种境界的一种相互的提升 当然儒道对佛学也有一种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